各位朋友,昨天在荃灣的衝突當中,有一位年輕朋友被警方用警槍射擊到胸口的位置 不幸中的大幸,這位年輕人保得住一條命 整個開槍事件大家看到在網上和不同傳媒有他們的報導,在不同角度都拍到 其實射擊的距離是很近的 過往我都一直跟大家分析警方使用武力的情況 昨天的局面,其實大家看到片段顯示 警員是左手持有一支長槍,右手持一支,相信是左輪的手槍 他一直看到同袍被一批示威者襲擊 他亦走上前,警槍,即是那支手槍一直指向前方 那位年輕人似乎是用了一個棍子打到警員的手 那個時間是警槍發射了 究竟是不是警棍打到他之後才發射,還是打到他之前發射呢 現在還未有逐格的片段去看得很清楚 我想跟大家說第一點就是,警槍這樣拿出來使用 是不是唯一的選項呢 我是很大質疑的 因為警員左手是握著一支長槍,右手是警槍 而那支長槍我相信是不能單手使用的 因為那支槍有重量的嘛 那麼長的時候,你要拿高它,又要拿到那個班機 又要那支槍穩定,向著目標 單手是無法做得到的 而那支長槍我理解,並不是發射實彈的 發射實彈就是那支左輪 而你只剩下左輪可以使用的時候 即是你只能夠用最後的致命武力去對示威者 好了,在過往反送中運動到現在 我們看到有幾次警方都是打過實彈的 但是那些實彈是從來沒有打過示威者身上 都是向天鳴槍示警去嚇走示威者 那為什麼當時警方的人員沒有這樣去做呢 根據警例其實是不可以向天鳴槍示警的 這個例子是這樣說的 不過現實上,你明槍示警是會令到有很多示威者和警方的衝突會即時停下來的 過去我們看到很多場面都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那個警員沒有這樣做呢 反而是直接打去那個示威者的身上呢 好了,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個示威者當時確實是有用棍打警員 那是不是可以合理化你用警槍去對付他呢 過往我也是在不同的片段分析過 如果用警棍直接打擊市民的頭部 這個是自命武力來的 大家如果有跟開我的分析都會記得的 這個是自命武力來的 但是當時那個年輕人 他有沒有用過棍去打警員的頭部呢 我看不到的 第二點就是 本身警員是戴了頭盔的 現場所有警員都是有頭盔保護的 那這個棍打下去 就算打中的頭 是不是有致命或者很嚴重的受傷的風險呢 我其實是有一個疑問的 那,盧偉聰就說 在昨天的場面來說 是有示威者用尖的硬物 攻擊警務人員 我們看片段 因為也沒有放大到每一格 或者逐秒去看所有的片段的細節 但是我們就這樣看 就看不到 有示威者用尖的硬物 去攻擊警員 後來被襲的警員 站在身上 退後了 我們看不到他 表面上是有尖的硬物 是襲擊過他 造成的傷勢 看不到 可能有 我不知道 如果是的 警方要放這些證據 或者片段 或者傷勢的資料出來 去印證他的說法 但是大家知道 警方對什麼叫很尖 他有他自己定義的 譬如好像之前 有一個傳媒的朋友 他被指收了一把很尖的 九寸長的刀 原來是一把普通的刀 是燉頭的 但是警方可以描述他為很尖 這個就是 跟一般人的理解標準 有很大的差異 而這個理解標準的差異 不單止是什麼叫尖 連什麼叫肩頭 大家的理解都有很大的差異 就是一般人的理解 這些就是肩頭位置 正常人會這樣理解 但是警務署的人員 可以理解說 這個位置是肩頭的 甚至是更低的位置 這個完全是背離了很多人的常識的理解 那麼 盧偉聰的解釋就很有趣 他就說到 因為我們沒有X降機的 我們只是憑現場看到的狀況 去說明那個是肩頭附近的位置 這個根本也是謊 這就是肩頭附近的衣服 大家看到 那位年輕人 是被急救的時候 打開了他的衣服 在現場的衣服 看到他的胸口 是有個 是貼住了他的傷口的位置 那那個根本就是胸口的位置 為什麼你連這個基本事實 全世界都看到的 你都去嘗試用語言的藝術 去扭曲它呢 這個是會令到警方的公信力 再進一步受損 如果還有的話 另一件事就是 盧偉聰這麼快就作了一個結論 就說這是合法合理的武力使用 那麼 他是不是做足了調查呢 了解了狀況才作一個評論呢 他現在做了這個評論 那日後他警隊的人員去調查的時候 就被上頭預設了一個結論 去左右住了 難道他調查完之後 下級會說 其實當時一哥的結論是錯的 那個武力使用是不正確的 過分了 甚至是濫用武力 他會做這個結論呢 我覺得下級是不敢做這個結論 我留意到 之前有網上 有人發表文章 就說 如果你看到警員是持槍 你可以找棍打他的手捕 我是絕對不會建議大家這樣做的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危險的 因為呢 他如果已經擒槍手指已經扒機 他按一按的扒機 是很快就會打出子彈的 就算你用硬物打中他的手 是可以致命的 即是你打到他的手 可能他的手 可能會有多少的受傷 但是絕對不值得 拿自己的性命去博弈 這個是絕對絕對不值得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要保護好自己的安全 還有呢 顧及身邊的朋友的安全 因為那顆子彈打出來 你不知道打中誰 當然 我明白現在大家都很激奮 但是我們也不想有朋友 是因為這樣 是要獻出他的性命 所以希望大家特別留意 好了 另一點我想跟大家講講 就是 當一個年輕人被打中之後 他隨即倒地 那當時大家有留意 是沒有一個警員 隨即好像平時拉人那樣 騎上他身上 咬他的手 上手扣 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反而那個年輕人可以自己脫下口罩 叫救命 說要去醫院 很痛 那就是什麼呢 即是肯定 現場的警務人員 知道這個年輕人已經是身受重傷了 他是沒有辦法逃走 也都不會再有能力去襲擊警務人員 好了 另一個在現場被警方制服了的年輕人 隨即就表明了 我呢 就是 Fest Aider來的 我可以去救他 叫警察放了他先 去救他先 但是 那個正在制服他的警員怎麼說呢 他說 我就會急救了 那麼 那個年輕人就說 你會急救你不去救他 他就說 我正在制服你 那這個訊息是什麼呢 就是說 那個警員的判斷 我抓人 比救人更重要 這個是不是警隊的標準 是不是符合基本的人性呢 我覺得完全違反了 你抓人 緊要還是救人緊要呢 這個是基本的人性問題來的 我想一般人懂得答 當然是救人緊要啦 還有你現場 是有 我們目測 最少五六個火記在那裡的 全副裝備的 你說現場的環境都還未受控 但是你最少有一個人 去嘗試 去為那個年輕人急救啊 因為大家要理解 警隊是應該受過急救訓練的 基本的急救訓練 他應該知道的 你有這麼多個警務人員在那裡 你就在那裡保護著同袍之餘 找一個人員 去馬上看一下那個年輕人的傷勢如何啊 幫他急救啊 止血啊等等 你應該要做啊 大家看片段網上有的 足足他被射倒地 躺血當中三分鐘 相關的警員 是站在那裡 就手旁觀 他在做什麼呢 是不是任由那個年輕人流血呢 如果打中大動物呢 我跟醫生理解過 是五到十分鐘就會致命的了 很幸運 其實那槍沒有打中大動物啊 心臟啊 這些要害 打中的肺當然是非常之傷的了 幸運不是即時致命 但是你警務人員 你要想清楚 喂 那個 當是被捕人士了 你也要顧及他的生命安危的啊 其實呢 警方是有指引的 以射胡椒噴霧計 如果你射中了那個人的面了 OK 譬如說他有反抗行為了 射中了他了 如果他停止了那個反抗行為 或者你已經制服了他了 那你應該怎麼做呢 你是不是由得那些胡椒噴霧在他的臉 在他的眼睛 在那裡燒它呢 不是的 你要盡快幫他去清洗 舒緩他去痛楚的 這個是有清楚的指引來的 那你胡椒噴霧 你也要這樣去急救了 那為什麼 你那個子彈打了 到那個年輕人的身上 你不立刻在那裡急救呢 而是站在那邊呢 你在做什麼呢 如果那個年輕人 是因為那幾分鐘失救而死的 你良心何安呢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 可能有相關的刑事 或者民事的責任呢 還有說到尾 這個基本良知 你見到那個人已經倒地了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救他呢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前線的警務人員 不要 下下 就把示威者 視他為什麼蟑螂 什麼垃圾 將記者就視為黑記 將議員呢 和那些急救隊 社工呢 視為敵人 什麼蟑螂頭 不是這樣的 就是你們的角色 和我們的角色 大家是兩陣隊員 但是你不可以把對面 是不當他人 因為你不當他人 出來的心態 以致行動 是很令人害怕的 你可以 是會用對付 所謂蟑螂的方法 去嘗試超滅他 無視他的痛苦 無視他的安危 這個是非常非常之危險的 最終都是一點 其實現在香港的局勢 是極之極之危險的了 再壞多半步 就已經是一定會有人命傷亡的狀況 這個 我想我們很多香港人是不想見到的 我希望 林鄭月娥 你解零還衰是零人 你已經拖了三個多月 令到香港陷入現在 前所未見這麼惡劣的局面 如果 如果你繼續這樣去拒絕 聆聽市民 回應我們五大訴求的話 香港的局勢 一旦 令到有人 因此而犧牲 整個局面 絕對是萬劫不復的 希望林鄭月娥政府 以致北京 真是看看 不要令到香港去到萬劫不復的局面 聆聽我們香港市民五大訴求 我亦都在祝願所有年輕的朋友 平安健康 亦都希望我們香港可以早日 有真正的民主 自由 公義 法治的社會 令到我們這些年輕人 不用經常 要拿自己的性命 拿自己的自由 出來 去冒這個險 希望各方 都一起努力 多謝大家